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十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十月份是进入了天秤座的月份 天秤座你会想到的就是什么呢 人际关系 没错 这个月人际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但是呢并不是纯然的和谐愉快哦 这个月的人际关系呢 很容易会有意见不合 或者是冲突 甚至带有一点烟消味的感觉 那么在这个月份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 就是如何化干戈为玉帛 如何找到共识哦 那么这个月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 大家会有一些争吵 那就需要怎么样 坐下来和解或讨论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要寻求第三方的这个意见 或是主持公正公平的 这一个人在这边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 你本来以为只有两种选项 也许在这个月份 你要找到的是第三种可能哦 所以这个月份其实呢 如何协调人的这个意见 跟和谐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月的星象上 有哪些时间要特别的注意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三日 那么三日呢 是天秤座的日时哦 那日时呢 它其实就是星月 可是呢 它等级比星月来的高 因为呢 如果把星月的这个启动能量 用炸弹来形容 那么日时就是什么 核弹级的 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 很多新的事情 新的计划 新的变化 都会在这个时候 或是靠近的时候启动 可是这个日时 它有一个问题 它启动了水火凶向 简单来讲 就是呢 水火不容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会发现在十月的时候啊 很多人会争吵 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或者是直接呢 就是对峙哦 有一些不和谐冲突 竞争的状况出现 所以十月份 其实有带有这种意味 可是也往往因为这件事情 会带动很多新的计划 新的变数出现 再来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十月的这个九日到十四日 九日的时候呢 木星开始逆行了 木星代表成长的力道 所以它逆行了代表 新的计划或新的一些发展 它可能要放慢脚步 可是呢 诶十一日的时候呢 冥王星开始顺行了 十四日的时候呢 水星进入天蝎座 冥王星的顺行 还有水星进入天蝎座 它都代表的是 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跟真相 或者是 我们可能要重新检视过去 哪里还没有做好的地方 那当然难免会有一点翻旧帐 解决旧有问题的状况 所以你会感受到 在这个十月中以前 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 没有处理好 那可能呢 到了这个满月 也就是十月十七日的 这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 很多重大的变化结果或冲突就出现了 因为十七日的满月呢 刚好来到我们詹音学里面讲的 也会出现一个基本星座大十字 也就是太阳月亮火星迷王星呢 这四颗星会形成一个对峙的状态 它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争战就是不和谐就是不愉快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非常谨慎想想看 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 事实上大家也不用害怕 一定和谐才是好事 事实上你想想看 很多重要的能量 比方说蒸汽对不对 或是这个大水瀑布 它们可能被善用之后 蒸汽可以怎么样推动火车的这个进展 那么水利可以发电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很多不和谐的力量 它在告诉我们 要把它导向一个更有建设性的方向 既然要吵要讨论 就不如想想看怎么样会更好 所以对事不对人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个别星座的运势吧 很多朋友呢非常在意就是感情机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加会一下单身的朋友 如果你是单身朋友呢 我们就要注意一颗星叫做金星 金星它跟爱情 罗曼蒂克的事情 还有人际的互动是有关的 那么在18日之前 金星都待在天蝎座 所以如果你是上身或太阳在巨蟹 天蝎双鱼的朋友 哎呀18日之前 我觉得你们可以这个广结善缘 多多去约会一下 会有很不错的一些机会 那18日以后呢 金星进入了射手座啰 所以改换由上身或太阳在白羊 狮子射手座的朋友 你们开始桃花园异性人开啊 是可以多多出去交朋友 或是安排约会的时候 但是这个月呢 其实真正人际关系的议题啊 课题挑战是哪个族群会遇到呢 答案就是上身或太阳在白羊巨蟹 天秤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月你们是人际关系里面最惊险的族群 好像在水岸第一排 在冲突摇滚区 也就是你们在这个月里面 很容易遇到人际的一些挑战 它会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真的不开心真的吵架 比方说你就跟你的情人啊 另外一半啊 合作伙伴啊 家人啊老板啊长辈啊 吵架不开心 那如果没有处理好 只是意气用事的话 有可能哦就是怎么样 比方说冷战保持距离 从家里搬出去 或者什么分手拆火撕破脸等等情形 这是有可能的 那所以你要去想清楚这些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你要的 当然这个月很容易发生 但另外一个这个层次呢 就不是说吵架 而是说有可能在这个月 你身边这些重要的人 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的人生计划 你个人的安排会受这些事情而影响 比方说你可能家人里面有长辈生病 你要去照顾 你的另外一般伙伴出了一些状况 你要去帮忙 或是你公司改组 换了老板 那会影响到你很多事情的计划 也可能你自己个人的计划 突然出现了一些变数 你决定在当下要赶快做决定 所以这两种情形 是这个族群特别容易遇到的 那我会建议这个族群在这个月 一定一定要怎么样 以和为贵啊 或者是你如果是真的要这个 这个以战逼和 有一些比较冲动的行为 你要真的是冷静的思考过 当然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啊 对于上升后太阳 在白羊做朋友 这个月你可能人际关系 合作关系 会有新的开展 有新的合作伙伴 新的发展也不错 那上升后太阳在巨蟹做朋友 也许你的家庭环境 会有一些新的气象 你跟家人有一些新的方法 去相处也不一定 或是你真的搬家了 那么对于上升后太阳 在天秤座的朋友 这个月对你来讲 非常重要 因为刚好这个日食就在天秤座 所以天秤座有一种脱胎换骨 或是业力爆发的情形 业力爆发就是 有一种过往的东西 这个可能结果会出现 然后呢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利用 这个月份做一些清理跟新计划 那对于上升后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月你的事业会有新的发展 可能有更明确的定位 也许有一些事情你要告别 你要转型也不一定 但是呢 我觉得这些方向是你可以好好思考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大家很在意的就是钱的部分了 那这个月呢 在财务上特别动荡 或是有新的局面的就是 上升后太阳在变动星座的朋友 特别是我们要讲到的就是 上升后太阳在双子 射手 双鱼跟处女 那么这个族群呢 这个月呢 其实是有赚钱的机会 就是你赚钱的机会很多 或是你要去处理跟钱资源有关的事情 机会很多 所以老实说你并不缺赚钱的机会 但是你会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要赚钱 有可能要先投资 所以它会带有高风险 富贵险中求 你要不要投资这么多 也许是钱或是你的时间 也有可能是你要把其他的人事的资源拉进来 你要不要这么做 你要想清楚 值不值得 CP值高不高 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要小心跟人际关系有关 因为要赚的钱大 那往往会涉及很多的人 那这当中可能就会有厉害的冲突 或者是分润 或者是负责任的事情 处理不好就怎么样 容易因材惹祸 为钱伤感情 也有可能就是 好像有赚钱机会 那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也有可能怎么样 就是被人利用啦 或者是也许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好 这个风险你一定要好好思考 但是如果你自己真的好 想要好好赚钱的话 我觉得这个族群这个月是 有赚钱的机会的 好 那这个族群里面不一样是什么呢 上升或太阳在 双子跟射手的朋友 这个月你的钱是因为 你参加很多人际的活动 互动 你交了好的朋友 得到很多机会 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所以拉进了赚钱的机会 那所以这个部分 就跟你的人员 还有你的这个社交活动 就会有关了 那上升太阳在 双子座朋友呢 这个月你容易被人注意 在团体当中 得到新的发展舞台 但是要特别小心 有一些事情 不到最后关头 不可以轻言这个放弃 或者是就是有点初心大意 大意识经周的可能性是高的 要小心 那再来呢 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朋友 这个月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 异国桃花 娱乐玩乐的机会 那当然有可能你虽然赚钱 但你也会为了社交活动 花很多钱 那另外两个星座呢 就不一样了 上升或太阳在双鱼 或者是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你们的财运 钱运 就真的跟钱有关 就真的是要赚钱的 可是为了这个赚钱 你可能要跟别人竞争 要跟别人这个谈价钱 或者是会有一些冲突出现 你就要谨慎处理 那对于上升或太阳在 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你能够赚钱 也能够谈加薪哦 所以呢你可以 可以思考看看 有没有什么更多赚钱的机会 只是要小心 有些钱并不好赚 看起来好像很高 可是后面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或者是跟你谈钱的事情的人 他有一点问题 你要多留意 那么上升或下在这个双鱼座朋友 这个月你的财运都跟别人有关 就是你帮别人的忙 你会赚点钱 你当仲介 或是你跟别人合作 所以这个月双鱼座 你呢如果能够做好向上管理 往往你有机会得到老板 会贵人的帮助 或是有强强联手的机会 所以要恭喜你 最后要聊到的是 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金牛 狮子 还有天蝎以及水瓶座 这个族群这个月呢 相较之下比较轻松 没有像前面两个族群 有比较多重大的这个决策 但是也是蛮辛苦的 不过这四个星座里面 运势最好的 我个人认为啦 是上升或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 因为这个月你就是容易有 出国旅行或牵动 比方说换工作 升迁 被提拔 或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发展 所以我会鼓励 这个上升或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月可以留意好的机会 然后呢趁势呢就出级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朋友呢 这个月比较容易呢 有这个异国恋情的机会 或者是在工作当中 也可能会有一些好的机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上 就是你虽然工作很辛苦很累 然后有的时候有些状况 可是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不错的 让你开心的伙伴或者机会 让你呢可以得到平衡跟成长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朋友 这个月你工作真的很累 好我会建议你呢 就是要好好的休息 好好吃饭 如果要加班的话呢 也不要加过头了 那么你的贵人 就是身边的什么亲朋好友 最后就是上升或太阳在 狮子座朋友了 这个月你有很好的这个宣传行销 还有个人的机会 那也可能会拿到话语权 让大家注意你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累 好像做那么多事情 没有什么效果 那我觉得重新燃起你创造力的 最好方法就是 你可能需要安排一个 学习新的课题新的课程 或者是呢 你可以去一个小旅行 我觉得放松一下 接触新东西 会对你的运势更好 以上就是我们10月份的运势了 希望大家呢在10月份都能够渐入佳境 在变化当中掌握到新的机会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